大家好,我是小娜,这是我一个书,我看到她刚买了一个大货车,咱们去问问她吧,看货车的收入怎么样 是吧,你卖了一个车啊,是,才买一个新车,才换了新车 太滑了,你说一切你就跑这些大车了 是,一切跑这些货车,一切跑这些货车是等位在销,现在换个大等位的 现在大温度,现在跑这些货车才回来,基本上丑合吧 你家的车开了多长时间,花这张,开了两年多,不到三年,又换新的 那为啥开两三年就得花啊? 那等位不合适了嘛 等位不合适,意思就是拉的东西少了 是,你要铺铺拉,等位大点赚不了钱,要是车就给车拉不了 对对对,那你新花的这个车掏了多少钱? 这是二十万多 二十万多 刚才以前的那个车子,将挣回了钱,该挣钱了,挣不了钱了,所以就换了钱了 又投资司机了 又卡油,安心一站,就说这个车是不是可以跑,赚不了钱,司机不如打工的 那你赚不了钱,你们人还要换个这大车? 你不干,不干没有钱跑了嘛 不干,你就干这个别的,你说 是,干不了行嘛 对对 就这个本事,不干这个,干不了别的 那我说你去哪跑了一趟? 云归船 云归船,拉的啥东西啊? 全不是绿桐,还是赚钱 绿桐意思就是不收? 免费的 高速免费? 对 那跑一会能挣多少钱? 哎呀,现在的钱,去年的钱差的太多了,没发钱 差了太多,那是多少了? 车桐的司机都考虑一下,不能透明,一透明了,把手就搞了 我也没发现,太急了 对,那一半了,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是 比云归船差一半的利润,没有 你说几年,或者司机比云归船差一半的利润? 对 那你说你跑的这云归船大概有多少公里啊? 一千七百公里吧,只能赚一千块钱左右 就是抛弃人工,然后车厂开支,能赚一千块钱? 对 一百七百公里你是一来回啊,还是一堂? 一厨,还得顾司机,赶紧赚不了钱 司机现在没钱赚 对 就在广大的货主,和客户的高买卖的商务,都考虑一下 还给时间给的特别短,要限时间 看时间能给你赶到了吗? 要是现在付起车就赶不到,顾着人就没有钱赚 对 现在顾司机,顾司机还是讨工资 对不对? 要不顾司机就赶不到,还要扣银费 你要怎么赶? 赶不了 你在路上哪开几天啊?跑一千七百公里? 两天一,二十四个二十六个小时吧 二十六个小时自己是开的? 不能停车 中间不能停车? 两个人不能停车,他能赶到 要停车了就捂了时间 赶起来了就 那开店家说你到里吃了就捂了 对 现在大车司机不容易啊 刚听叔叔说他跑了,云桂川就是一千七百公里 打一个来回才赚一千块钱 因为是他自己跑嘛,还要雇一个司机 那算下来就更不赚钱了 刚买的这个新车,本钱都挣不回来 我是小娜,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五个再见